《全民造星5》偽念因被爆出分手後,仍然向女友Jessie借錢。18日就贊文解釋事件,澄清這一個是當時資金周轉的生活模式。 事發前,她已經約了對方當面見面,並以現金還清。不過有疑似是Jessie生前的同事就在這個貼文下留言。 她指,Jessie上班九個小時只是喝杯東西,不值班都要付錢Nayvon。 形容這種周轉模式,只是Nayvon單方便找Jessie幫忙。 還說,Nayvon只懂得在電話罵Jessie,罵到她上班無緣無故要哭。 之前是對她有的事,對她來做的心情如何? 呃...都是大家關心的,心情就... 真的要大一點嗎? 對,心情就好過之前了,但是暫時私人夜都還未準備好和公眾分享。 對,心情就好過。